大家好,我是郭畅,我现在是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 今天是2020年3月26日,星期四 现在呢,我们这个斯特拉斯堡这边是 整个城市区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禁足的状态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周围 然后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都没有 今天是整个城市禁足的第十天 暂时我们会有15天的一个禁足期 之后呢,还要看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现在离我家大概是刚才那个位置200米远的地方吧 然后平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岸边有一个人形的渠道 平常很多人会在这个河边锻炼 然后现在人群群群群群生 当然法国政府现在是允许公民 大家每天出门 其实在家附近大概是锻炼一个小时头的时间 但是实际上呢,人已经非常的少了 然后包括那个绿色的建筑物是一个电影院 现在已经都关门了 我现在是在离我家最近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平常这里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一个商场 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所有的商务 钱都已经花走了 那因为那个超市呢,是在地下里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闻来这里 用来买买买吃的东西 然后所有新闻的非政府必需的所有的场所都已经关门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吃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没有任何缺货呀,短缺的那些情况 然后超市里面也没有人很多 大家结账的距离也都比较远 然后戴口罩的人也比较多 现在我已经结束我的购物了 我现在实行的经济非常实际要求 除非是你去看望自己家的孩子新人 或者你去购买生活的薪品 或者呢每天每个人可以出门锻炼一次一个小时以内 那除了以上这几种情况的话呢 其他的时候都需要进足好好待在家里 我们差不多一次要采购 够一个人也十天左右吃的食物 这样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 今天是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 也是我们在法国进足的整整的第三食品 我们的进足期是从2020年3月17日宣布的 前天的星期一晚上马克龙宣布的 我们目前是一直处在一个最严格的禁足期 那这种状况是要持续到5月11日 也就是总共在法国目前看来会有至少56天的禁足期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古典 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建筑就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物馆 图书馆还有教室 其实平常的时候也是人来人往停热闹的 但是现在已经平客了 这是法国的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个学生大学生活委员会的一个地方 昨天收到一个邮件说他们会给现在留在斯特拉斯堡的学生来免费的发放一些食物 所以我是就过来领算想试试看怎么样的 现在来看一下他给我发的都有什么 但是这是一些洋葱 洋角面包 这个是一个阿尔萨斯的饼干 这边是白奶酪 还有果酱 然后他们其实还会有发一些牛奶 还有蛋 还有咖啡 然后因为这些东西我家里现在还有 所以我就没有领 我现在小在的位置是斯特拉斯堡 然后这边是一个已经比较靠近市中心的位置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后面是有一些车辆还有行人的来往 到昨天的数据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法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 每进是一共超过了15万 目前死亡已经超过了1.5万人 然后我现在所在的斯特拉斯堡 是法国的大东区的首府 那也是除了大法兰西地区以外 法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了 我们希望法国的疫情也会尽快到达拐点 也会像在国内一样 不要再有更多的人生病 那最后呢 祝大家生许健康 休息进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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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